欢迎收看杰出的一首 我是昆皇Jerry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道 茶树菇黑蒜鸡汤 这一道呢 是属于比较温补的鸡汤料理 首先呢 准备土鸡腿 再来是茶树菇 干 然后新鲜的茶树菇 干燥的茶树菇呢 它可以带给汤呢 很浓很浓的香气 那这个新鲜的茶树菇呢 又可以带来 很鲜很鲜的一个鲜度 今天的重点呢 是我们的黑蒜 它算是营养素相当的足够哦 利用它来当我们的主角 来去衬托我们的鸡汤 我们在做这道鸡汤的时候呢 是需要相当多的工序哦 一道好的汤品 你有一步一步的去建构它的工序 做出来的汤品呢 才会好喝 首先 我们要先煎一下我们的鸡腿肉 让我们的肉质呢 把它的一个香气做提升 煎到这样表面金黄 我们在滚这个汤的时候呢 就可以再去除掉一些油脂的负占感 我们利用这个煎过的一个做法 在煮这个鸡腿的时候 它的皮就不容易的破损 煎好的鸡腿我们就可以把它先捞起来 那我们接着呢 准备我们的高汤 因为呢 我们今天做的是鸡汤嘛 所以我们可以另外准备一个鸡高汤 让它的一个香气呢 甜度跟厚度可以一层一层的叠上去 然后呢 今天结束的一手呢 带来的是另一个让它更提鲜的一个做法 那就是我们要加入蛤蜊 直接先丢下去 熬它的汤头 把它的整个鲜度呢做提升 然后鸡腿呢 一支一支的摆进来 鸡皮的一个色泽哦 待会呢 就会整个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的一个汤色里头 再来呢 干燥的茶树菇 我们让整个鸡汤的一个香气 完完整整的做了一个提升 那像我们处理这个干燥的茶树菇呢 买回来的时候稍微洗一下 泡在里头的茶树菇水加进来 不能浪费 不能浪费 增加它一个厚度 新鲜的呢 可以让你在吃的时候 感觉有那个脆口感 整个鲜度 也会做一个很好的提升 接着呢 把我们的黑蒜丢进来 还有一点点的枸杞 红枣 然后姜片进来 米酒进来 那调味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就是 让所有的食材呢 它的精华都释出的时候呢 你可以感受到它的一个甜度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做调味 现在呢 我们就是让它煮滚之后呢 小火慢煮30分钟 我们这一锅炖鸡汤就完成了 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金黄的汤色哦 搭配它的鸡皮的一个颜色呢 特别的好看 有没有 最后呢我们再进行少许的调味 补一点盐巴进来 然后胡椒提它的香 稍微小火再滚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盛盘啰 那这样呢就成就了这一碗 茶树菇黑蒜炖鸡汤 觉得太麻烦了 没关系 那我们料理一二三呢 为大家说准备了 我精心设计的这一道 茶树菇黑蒜炖鸡汤 那不管是下班太疲惫 或者是宵夜肚子饿 可以放在冷冻保存 要吃的时候呢 不管你是要在水煮加热啊 或者是微波处理都可以 很轻松很简单 这一包两个人吃刚刚好 里头有三包 一家人吃也很棒哦 大家要记得正宗绝对经典 好吃没有绝对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位哦 下次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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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